字幕提供 今集的今天說什麼? 大家想認真一點 天恩我們會做一個實驗 非常科技的實驗 我們現在看到有細中大薯條三款 究竟細中大薯條的份量差多少呢? 算了,70 差點碎 這些不算 細小薯條有57條 中薯條有70條 大薯條有92條 小薯條圍起每一條就是1毫 0.105 中薯條圍起 要0.16 大薯條是0.14 即是1毫4 我明白我們太科學家 大家都可能不明白 簡單來說 原來買最底的就是 小薯條 而且小薯條你買兩包 都只不過是12 但是 是有114條 比你買大薯條更多 精明啊 告訴你 叫著要買小薯條 此實驗過程沒有浪費食物 薯條的數量可升可跌 投資者投資的時候 需要承受它的風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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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